但到這裏 我想我們都幾三位討論過 但剛才蕭先生你一開始就想講一下 你是想看這件事件有什麼角度 我主要是說Youtube的威力 這件事就罵到這樣 還有說民主派是不是因此 為何這麼緊張民主派分裂的問題 究竟馮檢基這件事的表現是怎樣的 那你有什麼見證 我覺得馮檢基說的東西是有些不對 有些嗎 有些不對 我就覺得非常不對 但你看那個人的搶麥或拉線 你覺得顯示了什麼形象 我是覺得社民聯採取這樣的立場 在政治策略上在比例代表制上是合理的 因為你不需要很多的票數 你就會在每一區贏到席位 到最後來說 因為每一樣的遊戲規則 就是衍生了不同的勝利者和失敗者 這個高斯就說過他很明、很出名的說話 就是說 什麼人贏出 是比他怎樣贏出更加重要的呢 何以為何會有這樣的能力呢 因爲什麼人贏出就會產生了一個新的效果 因爲這種人贏出對經濟產生了一個新的效果 我們見到什麼人能夠在這個遊戲規則下贏出呢 他就會反過頭影響回到system 和經濟改革的反過頭 有兩個人 剛才你說社民聯採取 你覺得在後面 這個是不是指那個是一個區分之下 他在那個選舉之中 他能夠得到一定的比例的代表數 這個一定比例的代表數 如果你說以你來說 這個是幾年前我也有講到這道說話 就是說 你在一個遊戲規則不公平的情況之下 你就不應該跟別人的遊戲規則繼續玩 要不然那個就是傻子來的 這個現在是公民黨的做法來的 就是你如果下棋 人家走兩步 你走一步 你又正正經經跟別人抓 那他就這樣就輸了 是不是 是不是 長毛有陰陰笑 我沒見過你陰陰笑 你又不出聲 你笑鬼 什麼事先說完 那就是 但你 這是一個選舉策略 但是從那個政治的理論來說 或者這個一個原則性的問題來說 就是我們不說選舉 政治的原則性來說 你覺得這個取代是怎樣的 我講的就是 第一就是 我對這個建制 或者是對法民 整體陣線來說 如果那個遊戲規則不規矩的話 就不用守規矩的 因為守規矩的那個是傻子來的 就是你不守規矩 就是逼到對方要定一個更加公平的規則 這個是我一向的看法 另外第二就是說那個策略來說 就是這個 因為其實現實來說 就是整個泛民陣線 是對於社民聯採取一個杯葛的態度 既然他採取一個杯葛的態度的話 那就怕什麼採取一個不守規則的態度 我們有一個足夠的證人在那裡